當我們問他 What about 媽媽當 還有那些路邊的小販 這些也是24小時以內的 這些怎麼樣 他說這些就可以 所以我們就很 莫名奇怪 你的出發點是說要讓 人不要在外面留大 1點過後要回去陪家人 所以Entertainment Outlet 娛樂場所 對娛樂場所要1點關 那是媽媽當 小販就可以24小時 這個不邏輯嗎 媽媽當跟小販也是在外面 他們也是沒有回家 吉隆坡夜店營業時間 是否只能到凌晨1點 分擾多天之後 前共黨國會議員林立瑩 終於在12月5號召開記者會 對外發表立場 吉隆坡本來就應該成了一個 24小時的不夜城 來吸引外國遊客 尤其是中國遊客 他們來到自己的那個消費 是那個一連串的 連鎖的方面 酒店吃住買看等等 不只是夜店 夜店是其中一個不可 不可切的一個環節 林立瑩表示 已經向卡麗沙末表達意見 接下來部長會跟11名 吉隆坡九夏區國會議員 坐下來開會討論 並在明年1月1號之前 做出定案 他市長還有我們所有 11個國會議員 直下去吉隆坡本來 會坐下來討論 而卡麗沙末 他也說 他會重新考慮他這個決定 他說可能 會把每個國會省區 交由當地的國會議員去決定 到吉隆坡